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炭灘韭菜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20分 那今天整體大盤呢,雖然上場36點 不過應該有部分人應該是蠻慘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IC設計 這個什麼 神盾啊 安格 然後這個安國 星底啊 這個訓解都疊得 非常非常的慘 如果說你是有部位在這些裡面的 基本上應該今天會 大部分人應該都被嚇出去啦 那不管說你是被套了 還是說腳麻了 那還是說被嚇出去 那我覺得 就是 就是 籌碼就在裡面這樣子洗 那究竟會再往下嗎 還是說他只是一個 就是乖領域太高 然後故意摔一根 之後又整理好又往上進攻呢 這沒有任何人知道 不過我們確實是能夠從 某一些的支撐去發現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不是要講這個 那當然就是 最後一天封關了 今天就是最後一天啦 那 就是並不免輸 來一點就是 類 類星零雞灘 那待會我們講到的時候再說 那今天就沒有 特別的去找一些 個股 對然後呢 再來因為 明天後天 就大部分人都還要上班嘛 除非說你的公司 或是你有去請假 大部分是8號才這個放假 對那明天後天的時候 應該會再想一些主題 那 就看我想要什麼東西 那我就會 把它 錄好然後安排好放在 就是 呃 就是 放在頻道裡面 那就是看 我想要那目前有一些 初步的想法啦 那 對 就是明天 明天後天再來做一個 比較 真正的更動 我也不知道到底會 到底做什麼樣的一個主題 對那有興趣的話就持續關注 本頻道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吧 停損的部分 今天就用兩檔來做一個 最後的結束 那也沒有 要去灌水 然後去弄一些 停力的部位 那反正停損就是停損嘛 我們來看一下吧 停損這兩檔 然後我們看一下停損的%數 停損的%數分別是6% 然後還有這個是 突然看不到 這個是5%啦 他這個愛撲的部分呢是 在兩週之內吧 連續停損兩次 那基本上就是第一次停損是買短支撐 然後後面是買破底翻 但是 今天IC設計的族群就整個非常的爛 那 比較 高價格的基本上都沒有到特別好 好像也不能這樣說啦 反正是他不熟啦 他就是沒有人要做防守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檔 然後 創意的部分 很有趣啦 因為創意的部分呢 這其實有發在秀城裡面 但是我剛剛才把它放到我的這個 IG裡面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搭上是這樣子啦 就是在這個1月13號 的這個 放到會員頻道裡面的 然後那時候說完美趨勢線壓制 對那之前是畫的被複雜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 其實在當初在那時候 複盤問題幾月幾號的時候 複盤的時候就有畫 應該是1月初的時候 那我記得下面還有人留言說 這個我是 這個 就是上線型他有點亂話啦 當然 上線型他其實我沒有到 非常的確定 不過趨勢線呢確實是在這時候確定了 你剛剛稍微 那時候我剛剛又點進來看發現說 他真的是在周四周五 就是在那一周啦 1月13號那一周的這個 周五的時候打到這個 下山趨勢線 打到了 這邊看不太到 我們用這邊看 打到了這條下山趨勢線 是在1月12號 然後跟11號 那時候就有發進去 放進去裡面 然後我就說 是 這個地方我認為是 不會 當然他也沒有指紋啦 所以說也不符合我們進場這個原則 對 那變成說他跌下來 那確實又回到這一層 反抽又掉下來 那我自己個人呢 在這一天的時候 1月25號的時候有做分析 然後那時候說 如果說能夠進行破底翻的話 我就做進場 那確實是做破底翻翻上來嘛 但是呢 ㄟ 這個 財報 就是 那個 反正就是說呢 不符合 應該說2024年啊 然後說什麼什麼 比較不好資料 反正就是在上周五的時候 開法說會啦 那今天就往下去 暴跌 跌到了點零版 那時候是設在 大概1470左右 所以說我的 虧損就大概事實上是 6% 6%左右 那就 交給智慧停損單 就走啦 就走了這樣子 那其實 原先是應該是5%多啦 5%多 但他就是 跳下來 那我是用零股 那零股可以開始交易的時候 他是已經 比較往下去走 比較往下去走 應該是說 下去之後有上來 然後 那時候差不多剛好在 10分左右嘛 究竟是10分左右 所以就做出場 那目前認為到哪邊呢 如果說 最最最最慘的話 那他 我個人會比較偏把他 不把他當作是 所謂的強勢股 管理率太高的這個說法 我會覺得說他真的是蠻有 慢慢去調整 調整 調整到 這個地方 到1200這個地方 那當然 不到的話 我應該就 不會有興趣 那到了我會再觀察看 然後再看看其他IP如何 因為 也並不一定說 一定要買到 所謂的 比較差的 像是 創意跟M31 不是之前都在做一個 比拼嗎 價格的比拼 那現在M31就是 處在一個多頭格局 那我何必 要去買一個 可能 Maybe在今年 搞不好會來個長時間 橫盤的個股 這個地方可能橫盤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 到這個 尾巴的這個相區線 第4個點 跟平均線交叉處 是在 明年的1月 對會不會創意就是 真的在這個地方 橫盤整理整理一年 之後才又再啟動一波 我覺得也不無可能 也不無可能 對那反而是 M31搞不好是在走 曾經的創意的這一波 如果你有懂M31的線型 你有關注IP股的話 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搞不好M31就是現在的這一波 所以 我反而是 要走一個比較高效率的話 那應該是要去 關注M31 有沒有一些適合的一個切入點 而不是關注這樣子 比較 就是盤整 當然有可能讓你買到低點 那你有沒有辦法再等下去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等於基本上散戶是 最不想等待 那我自己也是散戶 資金小了 我覺得不太想等待啦 這是一個非常 符合人性的一個點 好那我們就 看下一檔嘛 那艾普的部分 之前在這一根進場 然後後面這根出場 之後呢 翻回去之後 在這一根的這個尾盤的時候做進場 因為我想說突破嘛 在等待一根 尾盤大概是在523 然後我這尾盤大概500 好像498吧 那差不多最後是 也就是在尾盤的時候跌破 所以目前整段的一個空間來說 恩 反正操作的 這檔就是 純心就是跟我作對吧 只能這樣說 當然呢 也可以說我畫錯嘛 但是呢 他上去之後確實 他也不是說一個 整數價格500 收到這邊 他是在一個515 然後卡住 一次 卡住兩次 卡住三次 然後今天就敵下去 所以說 恩 左看右看 我還是會把他中間 他去支撐啦 但他確實是跌破 那目前啦 我們 看他跌破的話 我會去等待大概 475 這邊如果說 有再一次做質問的話 然後有興趣的話再看看 目前應該是比較偏 呈現一個下降趨勢 我們用這邊看好了 這個有 用這個 磁吸功能去畫的話 會比較準確 我會比較準確一點 我可以 待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別人畫是怎麼畫 那他的操作是怎麼操作 OK 那看一下這個是愛普 那基本上他是 如果用磁吸功能貼的話 他基本上是 已經突破下降趨勢線 然後 像有一些派別人是 突破下降趨勢線 然後他會追在這一根 但是呢 他停損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哪邊 我沒有太大的研究 對那時候我們是畫這裡 我是進場在這一根嘛 對那我並不是看下降趨勢線 那但是呢 他在今天雜播 所以說不管是 突破下降趨勢線 回撤去桌進場的人 還是說看我們這層支撐 突破之後回撤到這裡的人 基本上通通都被打掉 就讓目前的目標 我個人 看向他 有機會慢慢跌到這裡 這個地方來 好 那我們的觀點 就是今天的主題 那其實我只是打簡單一句話 因為我在IG上面限動稍微發一個 也是短短的一句話 那其實沒有 要講的特別的複雜 不過我覺得是在 算是啦 如果說我們用 過年來當作一個分界點的話 那大致上就是 把今天 然後到 去年的 可能2月多啦 我忘記去年的那個 低盤是什麼時候 那反正就是 把今天到當作2023年 所以說 今年的 以前的種種 都放下 那 放下的會是 比如說你的 獲利 你的 虧損 那像是 我自己個人 覺得有一件事情 是我 個人沒有到那麼喜歡 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感覺上有點 政治不正確 就是說 我們在股市裡面 賺錢 然後你就要去 捐錢這件事情 對 就是說有蠻多 雖然說我知道說 做工藝 很好 但是呢 我個人的想法會覺得說 我們在裡面賺的 並不是像是 千樂透 不要說千樂透 千樂透搞不好還真的有人在研究 他的號 他的規律 他從歷史到現在 或說 他某一年 然後他生肖年 他的星座 某幾個月幾號 他可能會開出 比較特別的 就是某幾個號碼 這個真的有人在做研究 那 好我們講呱呱樂好了 那 呱呱樂這東西基本上就是一個 完全無法 得到 任何分析的東西 個人覺得 對那 我會覺得說我們在股市裡面操作 並不是像 呱呱樂 我們是 花很多很多很多 時間和精力 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會覺得說 你要做供應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要跟投資 這個東西扯在一起 那反而是 你平常有在工作 在賺錢 那你想要做供應這件事情 那你就去 因為 我不認為 這個投資這個東西 是 非常 就是投機的東西 那他會是一個 大量的一個分析 你基本面的人 你最後賺到錢 你有沒有努力 有吧 除非 你今天賺到的錢是 小鬼股 你就是隨便買 或是 買錯 講買錯好了 那 是比如說是 2330 我要買台積電 就買到什麼 2331 之類的 就2331 往上飆 往上飆了 然後連續鎖 那種一支鎖 每天開盤幾收盤 每天開盤幾收盤 連續鎖好幾根 那我覺得 那你去做供應沒問題 沒有關係 但我覺得說 如果說你的想法是 你在股市裡面賺到錢 然後你去做供應 我覺得 就蠻吊軌 因為我們明明就是花了很多時間 就跟我們平常的三盤組 我去送外送 我去 我去這個 蠶薯條 我去幫人家結帳 我說我是在這個 做工程師 打code 賺到了錢 這個東西 這個 所隱含的一些時間成本 所隱含的一些 努力 我覺得是 等值的關係 對 這個 比較理題啦 但是 想要跟大家所表達的 就是說不要 你這個時間點 然後你 你獲利很多 然後你就急著 這個人有在捐錢 發起捐錢 這個人就是有在做供應 然後就 記得把自己的錢 丟出去 但我會覺得說 這個 獲利這個東西 尤其是要拿來後面 這個 循環的時候 循環的時候 如果是整個下跌之後 對這個下跌的時候 你會不會繼續做補標 還是會嗎 當然有可能你剛好做空 要賺到大筆錢 但我不相信每個人都可以 拆頭摸底 那麼厲害 對到高點的時候做空 就像我 我復盤的時候 我說 櫃買指數 今天有機會下壓 那我做空嗎 我沒有去做空 我沒有做空 今天確實就下壓了 他的冠心是這樣 但是我不會 就是絕對短短一天 然後就去大量做空 全面轉空去做 因為我們不知道後面行情會不會就是 休息了一兩天之後 又持續往上去創高 對不對 所以說 我會覺得說 你現在賺的錢 可能是 未來你的 虧損的成本 或者是說 你後面虧損之後 連續虧損個十筆 心他炸裂的時候 忽然想起 沒有啊 我曾經其實在好賺的時候 我賺了 比如說100萬好了 那 這個虧損的時候 不過來虧 可能50萬回去 那總 我還是賺50萬 類似那種 概念 那在這個IG裡面 做一個小總結 對啦反正在IG裡面就說 用這個兩檔的 當停損當告解 為什麼停損使用告解這兩個字 告解其實是代表著勝利 那因為我覺得說 投資就是一場 無限賽局 今天的明天 後天的大後天 反正就是每一天 到你 進棺材 為止 基本上 投資這件事情是不會停的 除非畢業 所以說投資 不會有人說 我不投資 你不投資等於畢業 你就算連有在 丟大盤 我認為你就是有在參與 你就是有在 在投資 所以我並不覺得說 就是會有離開的那一天 除非你進棺材 所以說失敗了 停損了 都不是終點 那反而是 某一個 某一刻你覺醒的起點 都說不定 OK 那就來看看 下一個步驟 那就是資金的部分 強勢IC設計 慘疊 那我目前初步的想法 這個是全部都是這個 跌停啊 然後 或是跌個7-8%的一些個股 IC設計的一些 強勢全部都慘疊 但是感覺起來又不認為說 IC設計往下跌之後會變成 AI 只有長AI這件事情 就不會像說去年的6-7月只長AI這件事情 對因為感覺上目前的IC設計就有慢慢去切入 跟AI相關 所以說你整個包起來 包含PCB 包含設備股 包含可能網通 矽光子 對什麼 呃就是比較蠢的 這是作業代工 OEM ODN 哇全部你要講說有AI的部分 其實 都能夠找到 他可能有AI 所以說 整個族群 這邊這一 這一波人這樣看 這個AI 設計 有啊這個是IP IP又跟AI有關 然後 這一波人又覺得說 這個可能沒有 什麼什麼之類 可是 這一波人 另外一波人又覺得說 欸有啊這個設備股是COAS做晶圓然後吸光子 然後網通 什麼等等 反正就是 我覺得 沒有像 就是之前講說什麼 AI IC設計往下跌 那AI就會往上走的那個地步 那大致上 今天就稍微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 比較整體是偏率的部分 對那再來呢AI的部分 就真的是 設備股 我覺得就蠻強勢 那還有一些什麼無程式 的一個區塊 那個區塊也是比較偏冷門 那但是也是往上走 對那目前像是 這三檔都往上飆了 他比較 低檔的可能是星雲吧 那星雲可能比較多人看 重碼比較亂吧 不曉得 反正目前就是 還在恨蛋的地方 那 古羅巴真的突破了 那或許他會是一個機會 因為其他都往上飛了嘛 當然也不一定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創意跟M31 目前來 我再次做選擇的話 我不會說 創意我就一定要做進場 那我可能比較偏想要找 M31的一個切入點 而是我想要抓強勢的一個 概念 OK那我們就來講最後 大盤 的部分 那大盤今天開低走低 把這個多方又再下走一次 那9點半的時候拉回到 我們看日盤的18020 到這個18120之間 那其實就是18020 但是從線圖能發現 一波比一波還低 這個要從 這個夜盤的 這個去畫 然後我就 Trading View的部分去畫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可以看到 我貼了這條線 我是切15分K 大家如果想要畫出 一模一樣的線的話 可以看我畫面中這個地方 畫面中的地方其實很簡單 我是連接了這個 跟大家報個 這個 確切的時間 是在 1月29號的 4點45分 下午4點45分 然後連接這個 1月29號的 晚上8點整 然後他剛好就連接到 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然後這個地方是沒有碰到 我們如果說把他算第4個點的話也沒關係 那在今天就比較明顯 全部一坨新的壓這個地方 那目前好像也還沒有過 所以說他現在真的是剛好被 下上去先做一個 壓制一個動作 那會不會在晚上待會 然後就半夜呢 做一個突破 我不曉得因為 不突破可能就 要等 這是下一次開盤 2月幾號 禮拜四 這一天嗎 2月 看一下幾號 畫面中 2月15號 這樣子 2月15號才又開始 對所以說 目前是有看到張卡住 那如果說夜盤能夠順勢往上做一個突破的話 做一個拉抬的話 我覺得說最好是站上18120 那 下一次的開盤的 日盤 直接去開在這個地方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嘛 那目前看到有壓 那如果說真的往上壓下來的話 就會關注這一層 所以說其實日盤跟夜盤 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就像日盤剛說的 就說 今天是站上18020 這邊做一個破底翻的話應該不錯 那夜盤則是有17980的一個支撐 那17980的話 就是在 這條線 這個地方 這邊是一個點 然後兩個點 或是說這個地方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或是說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到這裡的話 拉高一點到這裡的話 好像也蠻合理的 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然後這邊這邊跌破 四個點 五個點 六個點 七個點 然後往上拉 但是 如果說我們只單看這一個 日線結構的話 我們只看日線結構的話 其實就好像是 他在開盤就是跌破嘛 開盤跌破 然後在剛說的 9點30分又上去 然後變成一個新的一個破底翻 破底翻上去之後直穩 然後就往上走 對所以日盤跟夜盤 好像似乎都能看到一些珠子馬跡 那 變成說如果我們看 我自己個人覺得看夜盤的話 會有點沒辦法去區分說 我們常常在 個股裡面說的 大支撐與小支撐的一個區別 就變成說 我每一層支撐我都想做 那每一層支撐他又代表著 不同的勝率 對因為 如果說你沒辦法看一些比較 應該說我們 個股 他的結構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就比較容易找到 大支撐 那大支撐相對來說勝率也是 比較高的 對那 在期貨方面呢 看夜盤的部分就比較軟 對所以我們就回來看的話就是 18120 就剛才我們剛剛講 如果說這個地方在夜盤 能夠 稍微站上去 或是確定站上去的話 那我會個人會覺得說 主力 在今天就是有給出我們一個方向 那在下一次開盤 就比較容易創新到 目前的一個想法是這樣 對那所以說至少 至少 至少就是讓我們看到他 去越過相區線 黃色這條線 就看 後面的格局怎麼走 他在今天也是非常有機會走完 他就算卡在這邊呢 到晚上的大概9點10點10點這個地方呢 也是必須要走出一個方向 要嘛被壓回要嘛突破 對所以說今天 這個位置蠻關鍵的 可以去觀察 可能說 稍微安心一點 如果真的突破的話 可能稍微安心一點 就是過年好好過 好好爽這樣子 好啦那 這剛剛我講的東西 那我覺得說如果說看哪一層 之前沒到的話 可能上來我們傾向看日盤 就是說我們看 18020到18120 這一層就是 目前又守在這個區間 所以說下一次 下一次開盤 就是18020不要在盤中去跌破 目前的想法又回來這個地方 好那怪買指數呢跟 之前其實都講過都一樣 那並不是說我這次講的特別準 因為 基本他每次到達壓力 都至少會 壓一次 那 但是之後會突破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說我們剛才前面講 我們不會去 做空 所以說可以觀察 9月15 我們先直接 邊看邊走 OK看一下 9月15是這一根 那之前其實這邊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頭肩底 然後在 記得很有印象的時候 就是實在這地方確實有講 這地方確實有講 那在9月15那天 復盤如果有 有句回聽的話應該是講一模一樣的東西 影片都放著 那再來呢 下一個點是11月7號 你看11月7號 11月7號是這個點 碰到之後 壓了12345 然後這個才確立突破 對所以說他壓了大概一禮拜 這樣子 再來看一下11月23 那看一下11月23 11月23在這裡 那之前的前高 這一個剛講頭肩底的前高 拉過來呢 11月23 壓了 123然後第四天才突破 算是一個禮拜之內啊 這邊壓比較久 再來呢看一下 1月24 然後跟這個 上週五 跟今天這樣子 1月24來看一下吧 1月24 就是在這天 因為我們之前的高點確立嘛 然後這邊呢 12月中 然後到1月的時候 跌下一波 到跌到了1月18號才 反彈嘛 跌到支撐嘛 那時候如果說你有 看我復盤 你知道說這個地方就是 我會站在多方的一個理由 而不是說啊 台股的這個 2024年什麼 整個 股市會上漲啊 然後美股再上漲啊 然後什麼去股存就去晚了 那我們是比較偏用技術分析 然後找到一些 相關的證據去做出這樣的一個想法和動作 就是買進的動作 然後再來呢看一下剛剛他說 1月24然後就壓了123 然後最後突破 那現在呢來到前高 那這一層究竟是大還是小不曉得 反正現在壓了兩天 那下一次的開盤能不能突破不曉得 不能夠突破會不會像這一樣 壓了5天才突破 還是說他真的跌破 到1236 重疊到236 那其實今天是有比較偏完美的去鎖住 五日均線 並且還有收下一線 所以在 單 這一根K棒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OK 那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整個一個 因為我剛打的東西在哪邊 喔對我剛忘記打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這個台積電部分是上乘91 但是我們的這個 大盤呢是36 所以可以想像的是怎樣 台積電漲 90 然後呢那其中呢大盤只上30幾 所以說其中有60點 這個全值 疊的犀利花啦 其中就是疊的犀利花啦 就這邊 只會 靠他們去疊啦 不能說疊的犀利花啦 就是會靠他們去疊 這樣子 然後整體大盤是 呈現一個還不錯的上漲這樣子 就是 目前 的觀察到 那其實好像也沒有疊得到特別的主要是創意貢獻的武多 然後還有我本身不是看好的台塑化南亞 台塑 這些比較偏 傳產類的 書畫的部分 然後去疊 中鋼 我沒有到那麼喜歡 目前個人的一些 觀察 再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美股 然後跟比特幣 這樣子 那看美股吧 美股呢 上週五講的 好像還蠻精準 我覺得說橫盤橫一橫 你看喔 看久了是大家知道他的一些 慣性 喔對喔這個講到慣性的東西我們剛剛忘記講最後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剛剛看的東西就是 比較 沒有像教科書裡面的 這發現就是教科書裡面for 不for啊 不像 應該說不像 這個是 這個是 不像教科書啦 不像教科書講的 不像教科書講的 那是單純你要 呃 for這個 就是 比較偏說你真的有在做 或是說你真的要時序做觀察 某一個商品的慣性 比如說美股的慣性 我們就知道說 期貨這部分呢 他就是 很 討人厭 就是 講句這樣的話就是很擊敗啦 他就是很討人厭 那他容易 我們上週講嘛 他容易就是會跌破 會拉回來 那他確實跌破拉回來但是 我沒有去做啦 我沒有去做單 然後那時候說他感覺他拉到這裡 然後可能會橫排下去 那他比較強一點 但這個強呢 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他拉到這邊然後做個破體翻 不是說破體翻 做一個假突破 感覺上好像 更不好 更不好 那我們現在感覺上又有一點要翻回來的極限 就在此時刻4點46分 就是 5點如果說收盤收上去這個區塊 或許 美股會隨時往上走 但是 今天一天可能沒有任何影響 因為 我們還是要在等待好幾天才有辦法交易嘛 對不對 等待了 從今開始算嘛 1234567 我們有7天沒辦法交易嘛 然後第8天才有辦法交易 那我沒辦法去說 未來行情就會怎麼樣 如果說不發生黑天額事件的話 我覺得行情就會持續去走吧 那他這個高點呢 你說他是 假突破可以 因為這邊壓了一次兩次嘛 那你說他不是假突破 他是來到前高 好像似乎也講得通 所以說 目前個人我會比較 傾向說 就放到這邊的話 好像就沒有那麼空 就不是一個 假突破 除非說這個地方再突破上去 然後再掉下來 就變假突破 那可能就會再往下 這個地方去做測試 目前看起來 或是說這裡也有一個支撐這樣子 對那 這個大概做分析啊 那我們所關注的這東西啊 就是那個USD 然後對應那個TWD 那時候說 跌破這一層才有機會 做一個大漲 那今天感覺上是 賣掉一些其他權值 然後把這個錢都轉到台積電 然後讓 整體大盤有一點上漲的感覺 我不知道這個 這麼做的意義到底在哪邊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這麼做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因為呢 就資金感覺上是真的是 沒有特別的 做一個很好的上漲嘛 他是 賣掉A ABCD 然後買到這個 最終大門玩Z 這一個 台積電的感覺 那 這個區域我個人還是 就畫一些小來小三分充花這一條嘛 那目前 又花這一條 就是說 這地方如果真的持續又跑到這邊的話 感覺上對於台積來說 不是很好 那這個可以去 過年無聊做觀察啦 那我覺得不做觀察 沒差 就好好放鬆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偏說 覺得好這邊跌破 感覺上會比較有一個 趨勢的一個 上漲 所以 整體上 分析完 感覺今天不會 半夜剛講那個東西 不會做突破 個人想法 我覺得搞不好會 很無聊的 橫在這地方 甚至做跌破 我不曉得會怎麼去走 我不曉得 因為他今天在這地方爆大量 搞不好還有機會在測下 或是說其他一些支撐 這邊就不做 太細部的探討 而且要看一下這個比特幣 比特幣的支撐做更改 我把它改到這個地方 然後改到這個地方 然後相區線的部分 我是連接 然後這邊是還沒有碰到 然後這地方也還沒有碰到 所以說我們就是 要畫出最外側的那一條 那我自己個人在其他的一些群組 什麼所謂的爆彈群 然後 就跟他說那個人是怎麼畫 那個人是這樣畫 他這個地方是穿線的 然後他當初在這個地方做空 然後掉下來這個的時候他很high 很爽 然後他這個地方說 這個先賣一點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就剛好 他們會 因為加密貨幣或是一些期貨的人 他們會進行操作是 下來之後先賣掉一部分 然後又下去再慢慢賣 那如果拉回來的話就會比如說 他的成本是在這個地方 那他可能就設在這個地方 然後拉回來的 這個地方的話 就保住成本 至少我賺他這筆彈 對然後呢 他打回來的當下呢 他又馬上 在這個地方再開一筆彈 因為他可能認為說這個地方就是有壓 他可能覺得是這樣子吧 有壓住 那我不知道他圖怎麼畫 但是我 明顯看他圖是這個地方是沒有 對應到 是穿線 所以他這地方再加空 然後呢 不是加空 再空一筆 原本已經有賺嘛 然後再空 空了之後呢 他就守這一根 再守這一根 沒有我們守待不知道多好 對好像差不多守這個地方 這一根的高點 然後就被 就被打掉了 空空被打掉 從此消聲匿擊 這個人就不見了 對那 我就覺得 就是趨勢線的東西 你要 避免被別人說 你是畫 你是線線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還是要 更加明確 不能只看到一個趨勢 好像往下 就使命的要去做空 我覺得來來回合不可能賺錢 來來回合不可能 所以那時候看一下短的 短的在這裡 那其實好像沒必要看 就是說 我們要去認清楚 所謂的大資產小資產 跟我回應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大盤的這個日盤的 期貨呢 台子期 還是夜盤台子期 到底要看哪個 那其實看夜盤好像稍微亂一點 那如果看日盤好像 就比較明顯 明確一點 那我自己個人是 在這邊先賣 然後並沒有去做空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就被擋掉 就在 今天早上 然後今天早上又重新開單 那這單其實開的 蠻爛的 因為我只是 只守住這個低點 我只守這個低點 然後又開了一單 之前的成本是在 427多吧 對然後 這比單也沒有完全賺到 然後再來呢就是 剛剛開在 42383 383那邊 差不多這個地方吧 這個地方 就看他這個地方稍微拉起來 然後就去競賞 那還是用小 也是蠻賭的啦 但是 就是因為看到這個地方 好像還是比較個人覺得 有做假突破嘛 那假突破我都會覺得說 就對應的我之前講的這句話 等一下亂掉了 再 不是這個 這個 好這個我講的東西 這個地方是做一個假突破嘛 上去之後然後灌破嘛 然後這邊講 我說 當行程假突破的時候啦 這個高機率到達波段的前提點做測試 所以說我們做 空的人呢 假設真的要 做多的人 做多的人 那我會覺得說是有機會做突破 對呀不曉得後不會 那目前的看法是 突破這一層吧 突破這一層 那可能就去往上走 這樣子 OK 那今天的這個分析到這邊 然後 想要31分鐘 就是講了一些 我個人覺得 就像前面講的觀點 那還有一些 自己個人一些看法 然後再來就是 對啊 好還在錄第二部影片 那應該是 等一下晚上就發 因為現在時間錄到一點晚 10點53 就趕快錄一錄 這樣子好了 好這樣子吧 然後就 看看過年的時候發什麼影片吧 明天後天再來做錄一次 好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按讚 謝謝大家 來這邊 來這邊 謝謝大家 以及 有個影片 他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